欢迎你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我们看晚报最新的消息呢 就是陈水扁案子有关于无罪的部分呢 测证组会全面的上诉 包括这个国务基要费案 陈志忠黄瑞静的洗钱案 然后邱毅仁的安雅专案 无罪全部上诉 还有这个吴淑珍陈水扁这边 陈水扁他的机密外交案 这个无罪因为一省二省都无罪 都会上诉 这个在机密外交部分上诉 我觉得翻案的几率不高 不高也要上诉啊 这是一种表态是不是 表示说我们特征组是很认真的办的 而且我们看法跟你愿望是不一致的 你愿望这么判 我们是不无欺的 最后我们上诉输了 那就输了嘛 辉文 那这个对大选会有什么影响吗 当然就是说这是一个基本动作 好像上诉这样子 他如果不上诉的话问题就大了 所以上诉是一个例行公司 刚刚对话大家讲 不过我必须提醒大家就说 现在的这个检察总长是被高度期待的 当时我们在友台还把他拿来跟那个8A总裁彭怀兰并列 真的吗 还讲着跟哇讲得很像黄世民什么 把那个总长跟总裁 是吧铁汉啊办案怎样怎样 什么很公正不阿什么的 结果你看我特别提到黄世民他从去年上台到现在 特征这市民一般也上台一年多了 当于扁案部分是零了 就我们那时候一直骂陈聪明中长一直骂一直骂就 黄世民他什么都没办了 黄世民中长你要不要办 你如果不办就下来了 因为我们当初叫陈聪明下台 他说你不办你不办下来嘛 他有办啊 他办过头了 他办过头了 很多判如罪都是他办的 办过头了嘛 对不对 也往前衰扁了 所以你们觉得上诉这都是一个表态就对了 然后至于以后判决怎么样反正也不是检方可以决定的嘛 不过他这个里面像什么机密外交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本来就很难判 你这个你难道把国外的那些政要你拿来叫他们对质吗 像那个安雅案很离谱啊 他那个支票是在赌场兑现的 但即便是如此他一样是无罪啊大使 我就是看到这个消息我在我的评论里面啊 讲到这个既然这个钱就是旅行支票 要旅行支票就很怪的了 因为旅行支票谁会用 这赌场兑现 谁去兑现一查就查出来了嘛 这个怎么会 我的评论就是说口男负重嘛 对啊 可是问题是说他在赌场兑现 然后他领的那个钱他也可以说是白手套啊 而且为什么要在赌场 这好007的感觉啊 您刚才讲很多东西不能对查队啊 这也不尽然啊 像那个秦日欣那个事情啊 秦日欣 他说他请客的对象是AIT 他就AIT问啊 他说没有啊 那几天我们没有 可是他很多给国外政要 你问啊 你问啊 那个是不是 他一问啊 你去问书帕猜吗 这并不是说绝对不能够 不是绝对不能够问的 你说安雅专案去问 送钱的关系交换的那个人 警方说去问那个人 可以问那个人就算你钱送到了吗 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请问 敲一人那10亿新台币对不对 你要去问问谁呢 问那两个前客 对问吴师财 吴师财说钱送到了 那就送到了吗 对不对 其实不能那么认定 还有一个事我要特别说明 大使在这里 请问这么大的事情 有国安会的秘书长 自己拿的美金旅行支票 自己一个人去办案 去送钱是这样子的吗 而且现在 现在给我 给我 我来处理 我觉得这整个案子 荒诞不经 因为 这才处理 简视圣仲跟机密啊 闲耀你有所不知啊 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边